朋友您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8月1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咱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过去24小时的状况。 俄军在巴赫木特和段涅茨克市周边以及伊九姆西南部进行了地面攻击,在巴赫木特以东的一次进攻中取得了有限的收益。 俄军没有在塞福尔斯科附近进行地面攻击,这表明他们正在降低该地区的行动优先级,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巴赫木特和段涅茨克市周边的行动。 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增援部队集中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通往伊九姆的地面交通线上。 乌军南方作战司令部称,7月30日击毙了33名俄罗斯士兵,摧毁了两门俄罗斯榴弹炮,一个多管火箭发射器,两个弹药库以及三辆装甲和军用车辆。 然后呢,就是我们上一个视频具体谈到的,7月30日晚,乌克兰部队通过先发制人的炮击,破坏了俄罗斯在赫尔松州的一次地面进攻。 海马斯在赫尔松地区摧毁了俄罗斯特种车辆,俄军8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月,俄罗斯的外交处境已经是极为的窘迫,最近可是又跟拉脱维亚好上了。 7月中旬,拉脱维亚议会通过了能源修正法案,从2023年1月1日起,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燃料。 而更早的时候呢,拉脱维亚拒绝以卢布购买天然气。 到了前天,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出一则通报,称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已经停止向拉脱维亚供气。 但是实际上,拉脱维亚政府上周中已经恢复了购买俄罗斯天然气。 但不是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而是从另外的供应商手中购买,并以欧元支付。 显然,在天然气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想卡拉脱维亚的脖子,而拉脱维亚则想尽办法不让俄罗斯卡脖子。 由于拉脱维亚国家体量较小,即便所有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渠道都被掐断, 他们依然可以从诸如挪威,美国,甚至是非洲国家购买到足够使用的天然气。 所以,拉脱维亚不怕俄罗斯手中的王炸。 虽然是小国,但拉脱维亚也有办法制裁俄罗斯。 最近这几天,俄罗斯对拉脱维亚的边境检查是大发雷霆,甚至传召了拉脱维亚驻俄罗斯大使。 原因是拉脱维亚要求穿越边境的俄罗斯人签署一份额外的文件。 而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评价目前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 当然,文件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就没有什么好话了。 援引拉脱维亚国家安全局的话说, 这些检查旨在识别可能对拉脱维亚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 俄罗斯对此自然是感到不悦。 虽然此举引发了俄罗斯的友邦惊诧, 但是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林克维奇斯重申, 欧盟必须将俄罗斯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因此,我重申对俄罗斯人实施欧盟旅游签证禁令的提议。 现在咱们还不知道此事会如何收场, 大概率俄罗斯对拉脱维亚这个规定也是无可奈何。 俄罗斯现在深陷泥潭,总不见得还有余力开辟第二战场。 很明显,俄罗斯现在在国际社会是越来越孤家寡人。 而乌克兰方面呢,赫尔松方向捷报不断,增加了乌克兰取胜的信心。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南部之战即将到来。 俄罗斯军队从顿巴斯地区抽掉了一部分兵力,想改变赫尔松方向的战争局面。 现在俄罗斯军队正在从东部战线向南线移动,想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两州重新集结。 俄罗斯军队在断巴斯抽掉了三个空降兵部队向赫尔松地区集结。 他们分别是禁卫76师、禁卫98师和禁卫106师。 俄罗斯军队的病例重新调整,造成断巴斯前线防守能力减弱。 而乌克兰军队正在断巴斯地区呼吁平民尽快撤离,又把断巴斯地区作为了反攻重点。 俄军在后勤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南北不能兼顾,失去了控制前线局势的能力。 7月30日晚间,乌克兰方面发布了最新命令,要求断涅茨克居民立即撤离该地,以躲避恐怖的俄罗斯和俄军对该地区的轰炸。 斯列斯基表示,现在离开断涅茨克的人越多,遭到俄军杀害的人就会越少。 昨天咱们视频中提到,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此前也宣布,强制撤离断涅茨克地区所有人。 理由是,该地天然气供应已经遭到破坏,冬天无法供暖,而乌克兰政府将承担民众的损失。 在乌克兰依然控制的断涅茨克部分区域仍有至少20万民众滞留,其中包括52000多名儿童。 咱们都知道,无论是在马里乌波尔还是俄方口口声声宣称要解放的乌东两州,俄军从来不会顾及平民的伤亡。 俄方可以狂轰滥炸,乌克兰则不能不考虑民众的伤亡,否则他们抵抗侵略的卫国战争就失去了道义基础。 乌克兰方面的这一做法很可能是为双方接下来一场惨烈的大战做好疏散。 咱们前面提到,俄军从乌东抽掉兵力支援赫尔松,必然使这里的兵力空虚。 这也恰好是乌军反共的大好机会,俄军占领的乌东领土将面临得而复失。 或许这正是乌军部下的局。 曾经的蛇岛俄军信心满满的占领着,但没想到的是最后却成了俄军自己的反场。 俄军不断的向蛇岛投入兵力装备,但是又完全抵挡不了乌军的打击。 然后蛇岛上的俄军就进入了投入与损耗的死循环当中。 直到俄方高层喊出了完成既定目标的口号,然后善意撤军。 很显然,南线赫尔松将成为第二个蛇岛。 补给全面切断后,驻守在赫尔松的俄军已经时刻准备投降。 但乌军并没有急着打下这座南部的重镇,而是在等,想来个围点打员。 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就打到了我们上一个视频里说的那辆特种列车。 俄军死伤近三百人,当然这简简还是开始。 看来俄军也不想就这么放弃,而是继续从其他地方增兵赫尔松。 此前俄军主攻东线,好装备都派到了东线,而南线地区拿到的坦克都是T62。 其他的武器就更别说了,火炮数量也远不如东线多。 目前俄军也是正在调击火炮,绕到蒂尼泊和上游新卡护夫卡,把装备和援兵送到赫尔松。 沿途的反抗力量可是没少让急于搬向赫尔松的俄军吃到苦头。 不少俄军的运兵车被偷袭,俄军的有生力量就这样损耗在路上。 与赫尔松不同的是,同样是南部重镇的扎波罗热州,像是另一波俄军在驻守。 在遭到乌军发动的一轮攻击后,当地的俄军大部分就逃离了原本的据点,只留下了少量的俄兵,仰装着俄军没撤离一样。 但当地的反抗力量尝,俄军大部分放弃了原来的据点,携带装备一起逃亡托克马克和比尔江斯克。 乌克兰国防部主要情报局指出,这些俄军不是软化,而是彻底的破坏性撤退。 俄军在各定居点都布满了鬼雷,就像俄军在北线和基辅周边城区撤退时做的一样。 到处布雷,企图这样对乌军造成伤害。 乌克兰方面说的确实没错,俄罗斯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失败,被揍的不能动了,嘴上还要说是趴在地上休息。 被制裁的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竟然说他们在制裁中是越来越富有。 看来,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的文化确实不同。 好,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感谢您的耐心观看,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咱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